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0月10日 今天的海外网站上有一篇文章 据说是冯从毅教授透露 也就在10月7号这一天 说是杨恒均这个案子 他的代表律师已经接到了正式的通知 这个案子已经由北京市第二总军人员法院审理 那就是等于说这个案子是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 在中共看来是一个用这个案子来挥击澳大利亚 这样的一个案子 那可见所以说我认为我猜测就很可能这样判的比较重 为什么这样讲 现在这个国际局势我们已经看到了 澳大利亚和这个美国 这个等啊自由联盟 这个自由国家联盟啊坚定的站在一起 特别是前几天将蓬佩奥访日本 这个四个国家是吧 这个回应中国 制衡中国 那肯定习近平的决策层非常恼火 你想中国的司法不是独立的 那是官员手里的这个专政的工具 什么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安全安全局 那不都听命与领导人的一个人的质疑吗 对不对 由于澳大利亚和中国现在目前这个正是出于一种顶牛的状态 顶的是最厉害的时候 他搞这么个案件 那肯定他会对这个杨军不仅是定罪的问题 而且要严厉的惩处啊 你看他起诉这个状况 这个罪名是间谍罪 间谍罪在而且在首都北京这个开审 又恰逢现在这么一个时期 所以说不容乐观结果啊 肯定要判十年以上最少啊 这个搞不好给判武器都有可能啊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这个根据这个网上披露的消息 给这个杨红军呢 罗利的罪名不是一条罪名 好几个罪 当然了你不论什么罪对他们来讲 对这个起诉方来说 都很容易找到 这个所以说中国这个司法他不独立 完全是官员这个当官的这个操控 你可以想可以推测 这个我看到网络的消息讲这个 这个律师啊透露 中共当局列出五项罪名 说出于保密的协定 律师没有透露任何细节 我一看我就明白了 因为什么他是五项罪名很可能 至少要有一个罪是什么呢 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一定有这个罪的 这个此外再加上他本身涉及到经济领域的一些 这个生意啊 有没有可能再给他罗列这个经济方面的罪名 等等 五项加到一起 你想你要判的话 这个那肯定是判的就是不容乐观了 那么具体分析啊 本人认为他之所以要严惩这个杨恒军呢 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个时候呢 这个杨恒军是这个媒体方面的啊 一个领军人物 他怎么重要呢 他本身在这个中国这个大陆啊 和海外跑来跑去的 走了很多地方 一会儿是在澳大利亚出现 一会儿在美国出现 一会儿又在中国大陆出现 这个你想他现在这个年龄 这个五十多岁正当年呢 是这个男人人生最辉煌的这个时期 经历充沛 又这个感受力 又能写又能讲的 那共产党吓坏了 共产党认为一旦社会裂变 这样的人站出来 那不成了这个领袖人物了吧 说不定直接导致这个领导一些人啊 这个推翻共产党统治 所以他怕急了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 还有这个杨恒军 这个和中共党内的 这个习近平不喜欢的派系 他最烦的派系就共产团派嘛 就是令计划 这个李源潮这个派系嘛 对不对 当然他是给了这个胡 胡锦涛面子了 因为他不可能都给整个的派系都打下去以后 这个最好领导人他给抓起来 一个是理由没有 胡锦涛连接没有理由 另外也否定了整个党的这个形象了 所以但是下边这些小喽喽 包括胡锦涛的新干本宝贝 这个令计划拿抓起来判刑 习近平呢是 这个我估计是深思熟虑的 他非常反着共产团派 他认为共产团派 这个也不是红二代 没有家庭背景 爬上来 这个将来不能保住这个江山 他是不放心 对不对 他认为自己才是绝对跟红苗正 结婚是正当的 所以他特别烦这些共产团派 再加上团派大部分都是 这个改革开放以后上大学出来的精英 他自己本身又是工农兵学员 所以他肯定是很嫉妒很生气 心里是很扭曲的 这个另外还有传说说 令计划和这个李源潮 搞这个党内民意测验 要想当一二号领导人 令计划想当书记 李源潮想当这个总理 那习近平更是心里不爽了 是不是 那么据说是杨军曾经 国庆有招待会到北京去 打通了关系了 据说是和这些令计划的 这个嫡妻的嫡妻 在这个宣传报道方面 有一些人 外宣办的人呢 有接触 还给了他面子 这个以前我曾经讲过 这个习近平更烦 认为这是 理应为何要跌封共产党的 害怕 这是一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 还是我认为还有一点 就是他搅滞于其他的民运人士 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 你看他到纽约 我看他还搞那么代购 代购那名牌 那很赚钱 你想共产党不能容忍你 这个作为一个义人士 手里在有经济条件 他不更吓死了 是不是 他也肯定下中手 要狠狠的这个证 那么当然最主要的还是他这个本身 传播着民主理念 自称是民主小贩 发表很多文章 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此外还有个最敏感的问题 也就是他判 之所以会比较重的原因 他曾经在国安系统工作过 很长一段时间 根据网络的消息 我们一见过这人 没有研究 这个 看到网络消息 是讲说他在国家军部工作过 在海南省委工作过 和很多中共的这个高官 都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联系 认识人很多 这个1987年毕业在上海复旦大学 随后进入中国外交部和国家安全部工作 也曾经在海南省政府任职 1992年被调到香港一家中国国有企业工作 直到97年主权回归 2000年入籍澳大利亚 你想这样的背景 他肯定知道很多这个国安内部运作一些事情 为什么他能写出这个小说来 是吧 我没看过这个小说 我听说写了三大卷 洋洋万言 素万言 素百万言 百万言吧 你想你写这个 这边著作也透露了不少内部的消息 你想这个算是 这个 这个杨恒军上很少有的啊 这个非常了解中共体制内这个情报系统运作的官员 你现在又扮演一个民运人士的角色 海外这个这个艺人士的角色 中共哪能容忍呢 所以他也太大意啊 我看到他被抓之前在纽约参加了个大西洋什么理事会 又是个担任什么角色的 可见他有点就说我认为啊 有点过于自负了 不太知道这个政治这个严峻啊 严酷啊 有一点类似像我的朋友 就香港联谱杂志 就王建民写上啊 都是有的时候天真的可爱啊 没有看透中共的这个本质啊 赤的本质 他肯定不能容忍这样的人 所以他抓他 只要他抓了 我认为他将叛念不会轻了 那当然看到海外网站讲 他的这个太太袁小亮 竟然是一个大五毛啊 就是说是个非常坚定拥护共产党的这样一个人 这个人怎么能两个人接到一起 这是一个怪事啊 那太太现在也倒霉啊 被这个宪制出境了 我估计啊 那肯定通过这个事情 包括他在内 终于认透了共产党的本质了 但是完了 一判那么多年 当然如果近几年共产党能垮掉也好啊 所以黎明前的黑暗结束了 出来 那可能生育缺起啊 就锦上添花了 那如果一旦冷战 美国不动手 仅仅是像现在这种状况 围罪 堵截 这个制裁 老共不会倒的 将统治相当长一段时间 而且会比北韩还要几个残酷啊 我预料到啊 除非热战 就是这个真正的 这个 这个鄙视一把啊 这个中共政权 这个共和国卫队肯定垮掉了 我认为四十天都挺不过 但是 美国现在有这个就是 想法吗 很难说 我说不好啊 这个但是我认为像杨鹏军 他这个假人一号 还是冯总益教授一号 有时候他们看问题过于的乐观 因为他不了解 这个这里面 共产党这个司法系统的情况 我以前也是这样 我坐牢出了以后 我才知道 共产党是怎样运作的 共产党如果是没有监狱和警察 不杀人抓人 共产党不能统治七十年 他统治七十年的最大的这个力气 不就是抓人杀人吗 在这之前是骗人 骗不了他抓 抓不了他杀 所以他能统治如此自救啊 所以说 好在这个政权线终于露出真龙 真的面目啊 真灵的面目 让估计国际社会看透了他了 美国现在已经知道了 要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 就区分开来 这是个好事 但是你说有没有大的动作 能改变整个政局啊 现在来讲很难说啊 我是希望有这一天 这个中共能尽快的解体 因为他太残忍了 真的 你像这样 优秀人才 五十五岁进去之后 盼十年六十五岁 这就是人生最好的光研究 就消耗在这个铁窗当中了 从早晨 这个站在窗间啊 看到晚上啊 我这个整整看了五年 早晨前你就站那个囚 那个囚徒那房间里 透过那个 这个铁窗 看到外面那个山栏 春天是绿色的 你再看一看变成灰色的 再变一变黄色 再变白色的 你就盼了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的 共产党太残酷了 他要没有这个手段 怎么能捅到今天 所以说全世界人民 为什么唾弃这个中共极权统治 就在这里嘛 你想李文亮 为什么一训诫就怕了 这个还得写了回报 其实他做的是对的 把这个疫情啊 告诉了其他的朋友 尽快的支持 躲避 这个大家都来共同的啊 这个警惕这个病毒 一下就解决了 他为什么不让你 不让这个李文亮讲话呢 他觉得影响他的大好形势 和他的政绩 他们考虑任何问题啊 都是从这个执政党本身的利益出发 不会想到别人的死活 同样对得像杨军这样的 这个异议人士的 他既然抓了 他就会往死里整 肯定是非常的极端的 你看那个刘角波的结局啊 是不是啊 所以一个社会的转型啊 需要很多人切伏后继啊 就是付出的这个代价 这没有办法的 这就如同当年啊 这个蒋经国 李登辉的时代啊 你想民主转型 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个据说这个蔡英文 公布了很多这个 搞了转型正义啊 说公布了很多档案 都有机会 你可以看一看 那有些故事 你看了以后 那真是过去都不知道的事情 文字语 很多很多的 中国就更多了 像杨恒军这个 不过是新的一期啊 大愿海内外的中国人 都能透过他这个案件啊 不仅仅是表示一种同情 同时能深刻的 借这个案件 认识到共产党的反弄的本质啊 一定要在全世界啊 就是消灭共产党的这个专制政权 否则 他只能给人们带来灾难了 一个灾难 记得一个不会改的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谈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也再见